咳咳咳 咳咳 咳咳 儿子 最近妈身体不舒服 医生说了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她给我开了五百块钱的药 我没钱了 你有吗 我上次不是才给了你五六百吗 但是那钱拿来买药了 早就没了 真是 这就一百块钱拿去吧 当时一百块不够啊 那你就先买一百块钱的药啊 一百块钱买药不够啊 就这一百先拿着 妈 你怎么了 我对你身体有点不舒服 怎么了 感冒了吗 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要开五百块钱的药 但是我没钱 妈 那你等一下 妈 这是我刚发的工资 还没钱呢 你拿着 不用这么多 一百就行了 你拿着 你拿着 你买完要再去买点衣服穿 你看你的衣服都旧了 买点好的衣服 要给你就给他三百就行了 给他这么多干嘛 小鑫 这是你妈 如果他不是你妈 我如果不是因为爱你 我会爱他吗 我不爱这个家吗 我会给他钱吗 那你给他三百就行了 老多了 老了也是你妈 他含信如虎把你养大 容易吗 你现在就这么对他 你也会老的 总有一天你也会这样生病 以后你的小孩也这样对你 你舒服吗 他用不了那么多钱 你给他那么多钱 我们怎么办嘛 我们的生活怎么办嘛 这是我的钱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妈 走 妈 我回来了 妈 这是给你买的新衣服 妈 这是给你买的新衣服 哎呀 妈难得回来一趟 能不给你带点东西吗 好 那你先坐着 我就给你倒个水 嗯 来 喝水 好 我去买的新衣服 晋晋 最近工作怎么样 最近工作怎么样 妈 我工作挺好的 这不星期天嘛 放假我就回来看看 那小薰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他啊 哦 他最近公司加班 不过呢 我也不想跟他一起来 啊 为什么 你们俩吵架了 没有 我今天过来 主要想和您删料点事 什么事啊 你说 这不就是结婚之前买的那套房 想着以后有了孩子 就可能小了 我想着换个大一点的 等以后啊 也可以今天一块去住 哦 这样啊 那你跟小薰商量了没有 他什么意见 我还没跟他商量呢 我想着 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买房子要很多钱 你有那么多钱吗 妈 这些年我省吃俭用 存了三十万 剩下的就约工吧 这样的话 你每个月压力很大啊 那也没有办法 黄金黄吧 这样吧 我这有十来万你拿去 这样呢 你待会还能少还点 妈 这样不好吧 哎呀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 不过 我有个条件 你必须答应 什么条件 你说 我一定照办 房产镇上不能写小薰的名字 啊 这是什么条件啊 小薰可是你的儿子 媳妇啊 妈虽然老了 但是妈心里不糊涂 这么多年 要不是你超市这个家 这个家早就散了 小薰是什么样的人 你也不是不知道 他天天好吃难做 不务正业 你想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们俩又过不下去了 那这个家不就算了吗 哎 妈 你别说那些不吉利的话 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 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好孩子 你就答应吗 新房子装修好了 我就接您过去住 我啊 我才不去呢 人老了 上岁数了 街坊邻居聊个天什么的 挺开心的 我一个人住挺好的 行吧 我答应你 看你就拿着 你先坐这儿休息会 我先去做饭 一会儿吃了饭再走 妈 我帮你吧 老公 你要去哪儿 去要拿下朋友玩 你能不能也带上我啊 平时你都不带我出去玩 这回你能不能带上我啊 我带你出去啊 我带你出去多丢脸啊 你去看看别人的老婆 打扮得多漂亮啊 而你呢 一连打扮都不会 当初你娶我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说的 这才结婚一两年 你就嫌弃我了 当初是当初 现在是现在 你看你嫁过来以后 连打扮都不会打扮 还跟我出去 你让我这连往哪儿放啊 看见你就烦 老公 你回来了 吃饭了没 饭我已经做好了 吃什么饭 你回去吧 你往哪儿走啊 我让你回你家 你什么意思啊 还不明白吗 我是让你回你家 我们离婚吧 离婚 为什么要离婚 我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你不让我出去 那我就不去啊 好好的 那是你自己觉得好吧 你知道我刚才出去 我那些朋友怎么说我的吗 说我娶了个黄脸婆 老公 我求你了 别赶我走好不好 我哪里做的不好 我可以改啊 求你了 不要离婚 改 还是算了吧 今天这个婚必须离 你还是走吧 老公 走啊 走啊 土安 我觉得我长得也不差啊 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这次我要问个明白 冯医生我知道了 我今天想想办法吧 下午我再过去拿药 好 我知道了 喂 军哥 现在身上方便吗 我想跟你借点钱 借钱啊 我也没钱啊 你怎么不去问你老婆要呢 唉 你别提他了 就是以为这个事 不想拖累他才跟他离得婚 不要借钱了 我有 芽芽 芽芽 你怎么回来了 我刚刚都听见了 不要再骗我了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就告诉你吧 当初我跟你说 我去跟朋友玩的时候 我是去复查了 我是不想连累你才跟你离婚的 你好好的去过你的生活吧 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们是夫妻 夫妻有困难 就要一起去面对 一起承担 我现在存了一千钱 走 我带你去医院 再来吧 好的 iffer